大家好 我是索菲娅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中国的农历新年就快到了 在农历新年的时候 大家都喜欢在家包一些饺子吃 有一些好的芋头 因为饺子长得有点像金元宝 所以这样传统就一直流传下来 我们在海外的人也喜欢包一些饺子 失恋家乡的美食 今天我就在家准备包一些饺子吃 还有一些可以留到农历新年的时候 把它们放在冰箱里头冻起来 我今天包这个饺子是红萝卜馅的 是讲究这个好饺头红红火火 而且我还会用它这个红萝卜的水来和面 所以包出来的饺子非常的好看 而且红萝卜的营养价值也非常的高 对我们的眼睛非常的好 下面呢我就开始做给大家看 我用了四根的红萝卜 然后叫我先生呢帮我把它刨成了丝 现在我在红萝卜里头加入一些海盐 加海盐的作用呢就是让红萝卜里边的水给腌出来 这样子呢用筷子把它们搅拌一下 过了几分钟以后 可以看到装红萝卜里的这个盆里的底部 出了很多的红萝卜的水 这里是一磅左右的绞肉 把它们呢用筷子打散一下 加入适量的姜和蒜 增加它的香味 然后加入两勺的橄榄油 然后加入两勺的橄榄油 再加入半勺的麻油 增香 这个麻油是辣的麻油 微微微的辣 然后再加入两勺的soy sauce 把这个绞肉搅拌一下 顺着一个方向的搅 再在里边打入一个鸡蛋 然后把鸡蛋在搅肉里边 给它搅匀 然后再加入半勺的鱼露 鱼露呢也是很好的调味品 然后再给它们呢搅拌一下 绞肉调好味了 这个红萝卜丝也出了很多水 现在把红萝卜丝抓干 把它挤压出来里边的水 然后放到这个绞肉里边去 这个时候尽量要把红萝卜丝的水 挤出来 把它挤得干一些就比较好 如果不挤干 饺子馅儿就会很稀 把这个红萝卜水要流下来 现在把红萝卜丝和绞肉呢 充分的搅拌均匀 放了红萝卜丝以后 再在里边加入两勺的干卵油 然后再把它们搅拌一下 把绞肉和红萝卜丝充分混合 现在取出一个干净的碗 然后在这个碗里打入四个鸡蛋 然后把鸡蛋搅匀打散 锅加热后 再加入适量的干卵油 把干卵油在锅中晃匀 倒入鸡蛋液 把鸡蛋在锅中炒香 然后用筷子给它捣碎 然后把炒好了的鸡蛋 倒入刚才搅拌好的 绞肉和红萝卜的碗中 再加入一些香葱 再加入一些香葱 然后把它们充分的混合均匀 现在我开始和面 在500克的面粉中 加入300克的红萝卜水 这个红萝卜水呢 我之前用微波炉 已经稍微加热了一下 这个红萝卜水是温水 是温的 因为红萝卜水里面已经有盐了 所以我就不会在这个面粉中 再加入盐了 把面粉在面盆中揉成一个面团 然后再把它拿出来 放在面板上 再去揉搓一下 然后再把这个面团 放入面盆中 盖上保鲜膜 让它醒30分钟 醒了面 一会儿呢就更好揉 这么巧 今天刚好下雪了 30分钟到 现在把面团 从面盆中 取出来 放到面板上 去油搓一下 这个时候这个面团呢 就更加好揉了很多 然后用一个硅胶铲 把它一分两半 把另一半 再放回到面盆中 盖上保鲜膜 这样子可以保持面团 不会风干 然后把另外一半 放在面板上 继续揉搓 其实做面食 是挺辛苦的 尤其是做这个饺子皮 所以我一般 我都喜欢 就去买现成的 今天最主要 是要做这个红萝卜 的饺子皮 所以就自己擀面 然后把这个面团呢 给它搓成长条 以后再给它呢 搓出一个 一个的小剂子出来 我先生呢 他也不会做面食 因为他呢 不是来自中国的 所以他不会做饺子 只是我自己一个人去忙了 一个人呢 又要擀饺子皮 然后又要包 真是挺辛苦的 现在呢 我要把这个饺子皮擀出来 好 擀了一些饺子皮呢 我现在呢 开始包一些饺子 不要等饺子皮呢 都风干了 所以一边擀一边包吧 在饺子皮的中间呢 放上了一些饺子馅 然后呢 把它两边呢 捏上 其实包饺子是很容易的 最主要就是 不要把它包的 露出来了就好了 把它捏死了就好了 而且自己家吃 也不是拿出去卖 包的好 包的坏 都无所谓 我先生他喜欢吃大馅的 其实上我是喜欢吃饺子皮 多过饺子馅 我喜欢吃呢 少馅的 他喜欢吃大馅的 所以我包的都是大馅的 一个人 包饺子 也就只能是慢慢的来 也不能着急了 可以一边看着电视 一边慢慢的包 不一会儿的功夫 我就把全部的饺子都包好了 饺子包好了 肚子也饿了 现在呢 我煎一些饺子出来 我多数呢 都是喜欢呢 煎饺 水煎饺的方法呢 是最方便的 锅加热后 倒入一些橄榄油 然后把饺子整齐的摆放在锅中 这样可以放多一些 一锅就能煎得够吃了 摆放好以后 然后加入一些清水在锅中 盖上锅盖 让这个水煎干 大概过了25分钟 听到锅滋滋的响 说明这个水已经干了 可以打开锅盖 现在把它们盛出来 放在一个盘中 另外我还用大蒜 做了一个蘸料 这个大蒜呢 要倒的大蒜才好吃 如果是切碎的大蒜 做这个蘸料 没有捣碎的大蒜那么好吃 我之前呢 有做一个牛肉 萝卜蟹饺饺子的视频 在那个视频中 我有怎么做这个蘸料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去查看 我会把这个视频的链接 放到这个视频的说明栏中 蘸上这个蘸料 真的是太好吃了 自己做的饺子就是好吃